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欢迎讲到健康 这个夏天像我手上这样 小小一颗柠檬 富含维他命C 然后这个开胃 是夏天健康生活里头 非常重要的灵魂 这一个小帮手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柠檬的好处固然多多 但是有些人吃多了 胃食到逆流 有些人每天喝柠檬汁 或者是生吃的话 一个不小心牙齿吃坏了 但是柠檬富含的维生素C 跟柠檬精油跟柠檬多酚 是现代人抗氧化的 非常好的素材 那怎么样健康生活 来应用这个柠檬呢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生活 都要依依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前面我们一起分享了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刘伯雯医生 大家好 再次中医好朋友 彭文雅医生 大家好 再次心脏科的医生好朋友 王子林医生 大家好 再次牙科的医生好朋友 曾千芳医生 嗨 大家好 再次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阿芳老师 大家好 现在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温国志师傅 大家好 好 先问一下 刘医生 柠檬好处多多 夏天其实很平价很便宜 常常一袋50块 就很多颗 那小小一颗柠檬 其实从皮到肉到汁 都富含各式各样的营养素 自从我学过营养之后 我才发现我们食物的奥妙是 它里面很多奇奇怪怪的成分 以前我不懂的 后来发现我在临床上 应用到的病人是蛮有帮助的 我在讲说 柠檬有哪些营养素之前 我先分享案例 那个很妙 大概是三年前吧 我们知道有些这个 有一种自体免疫疾病 叫做干燥症 我们叫医学名 我们叫做 这个叫做修改养式症候群 就是说你身体产生的抗体 这抗体不打 别人打到自己 那这种干燥症的病人 他会打到内线 你会眼睛干 打到我们唾液线会嘴巴干 然后还会打到我们 副科方面会容易在那 副科黏膜干燥 很麻烦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在医生 如果确诊是干燥症的病人 都会叫他用一些免疫症剂 如果很严重的病人 会用到肋固醇 那当然这个太太来找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可能要配合免疫封色医师治疗 他跟我讲的话 这个要吃的负重很多 胃又不舒服等等 那我看到厌血 我们这般血色数 大概都要11.5 12以上 他有轻微频率 大概有10.5 那本身又很焦虑很焦躁 我就跟他讲说 你平常吃东西 我家里自己住啊什么 我都喝很多白开水 那我后来想 我说要不然你切几个 我说你胃好不好 那因为我叫病人 如果用点这个柠檬切片 如果泡水的话 我先问他胃好 如果胃不好 我不会加上干这个事情 但是他说他胃很好 我说那你这样每天好 你自己就是用一壶的白开水 对不对 然后我把那柠檬切薄片 切一两片 我说你自己斟做 再试试看 然后他就这样泡那个柠檬水 一点点 我说不能多 切完不能加糖 然后他这样做 莫名切片两到三个月 他跟我讲 他这口水分泌多一点点 而且呢 我们当然有帮他搭配营养素 加了用点维生素C 结果他的这个血红素 就慢慢增加到12 摆脱了贫义血的问题 最主要他跟我讲 他精神其实就好一点点 那我要讲 就是因为用小肠的柠檬切片 居然他里面一些成分 好像改变他这个状况 我先跟各位讲一下 柠檬的有哪些一个营养素 大概这个地方看一下 刚刚柠檬讲维生素C 我们很多东西 维生素C 大家讲柠檬高C高C 确实维生素C还不错 但是没有想象这么高 但是有 如果你跟柠檬来讲的话 我们讲说100克 这个柠檬来讲 大概就30多了 好克 大概他相当于柠檬的 三分之一了 但是也不错 如果你把它切片泡水 还是有维生素C 那另外像那个柠檬酸 或者是柠檬多酚 或者是柠檬黄素 我现在有柠檬酸 柠檬酸很特别 你知道我们在运动 有时候我们肌肉会酸痛 为什么肌肉酸痛 因为肌肉里面累积到乳酸 很妙的是柠檬酸来讲 它可以把你的乳酸 加速排泄掉 所以在有时候 我们在运动完 肌肉疼痛的这个 肌肉疼痛的状况来讲 你用柠檬水来讲 下去你肌肉酸痛 会排得快 是因为柠檬酸 可以排掉我们这所谓乳酸 对于这个 我们这个疲劳 会有一些帮助 那另外来讲 多酚跟 这个多酵素类似一个 我们叫类黄酮 它本来讲就很简单 就是清除自由基 抗氧化 那在我们的柠檬的果皮 里面特别多 那果酵也是一样 我们知道果酵它是一种可伦纤维 它事实上 它在我们肠道里面 会增加粪便的体积 还有它会吸附一些毒素 减少胆固醇 跟我们血糖的 这个进入血液中的速度 所以果酵来讲 有帮助 柠檬油精 我想大家不陌生 很多在做精油业者 他们都强调说油精 它这里面是天然油精 国外一个研究发现 事实上在固定 有一些柠檬油精 这个熏陶或者刺激之下 自律神经会放松很多 如果说你是属于 很会紧绷的人的话 偶尔用点柠檬油精 或者说我们在柠檬汁 来讲下去的话 确实有帮助 如果你能够善用这些营养素 然后在我们的 譬如说 我刚刚那个患者来讲 你加一点这个切片 加点水 不过我特别强调 因为它酸度还蛮高的 我那个 我跟他教了一个事情 当你喝这种 微微的淡淡的柠檬水 喝完之后 一定要旁边一个 干净的白开水 你喝下去也好 漱口也好 可以把瞬间的柠檬酸 在牙齿 我想今天有美丽牙齿 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柠檬酸 有时候太酸 胃上牙齿腐蚀 除此以外的话 柠檬这些营养素 对我们人力 酸点体质调节 是很有帮助的 真的好处多多 像我这样子 闻个柠檬青 都觉得比较醒导 精神也比较好 那问一下这个 温太医中医怎么看柠檬 是 其实我们看柠檬是绿色 就知道 绿色就属肝 它一定是饱肝的 那我临床上 有一个病人比较特别 他是30岁的一个会计师 那会计师应该是工作压力 我们都知道报税季节压力很大 可是偏偏那时候 他家族又有一个 这个父亲过世的这个部分 所以他家族的会计师 事务所的事业 他又要接下来 又碰到报税季节 所以他那一整个月 就快要崩溃 那他就日夜一定加班 而且还有一些人事 跟员工的问题要处理 那他怎么了呢 就整个嘴巴 整个溃烂 溃烂到没有办法吃东西 然后他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 就是他的那个会计师 事务所里面 就有种那个荆棘柠檬树 他就会栽几颗那个荆棘 就像宁冠这样子 然后把它切开 闻一下这个精神很好 然后因为嘴巴溃疡 什么东西不能吃 吃饼干又会破 然后吃面的 又烫的又不行 他就滴几滴柠檬汁在嘴巴 因为他已经觉得他快要疯了 他觉得用吻的不够 他想要把它吃到体内 一吃他觉得好舒服 而且居然没有他想象中 那种伤口撒盐的感觉 不会 他觉得好像嘴巴比较好 他就开始每天都挤一颗的 这个小的荆棘柠檬 然后后来他就开始挤 大颗的柠檬 因为荆棘实在是太少了 对 他就开始挤大的柠檬 就一天这样子要挤一颗 然后就直接喝 喝了一个礼拜之后 他开始当然就胃酸更多 就很不舒服 然后再来就是说 因为他之前口腔溃疡 就是一直用口内膏 然后后来就觉得眼睛 实在很不舒服 抱碎忌急的话 他觉得眼睛快要看不到了 忙完赶快去检查一下眼科 居然是严重白内障 他三十岁 怎么可能严重白内障 结果是口内膏里面的 类固醇引起的反应 他用太多 这样整个免疫力失调 他就觉得这样不行 他赶快来看肿力调理一下 现在正好有空 我就先把他的脉 肝火果然很旺 所以难怪他觉得吃酸的 可以解这个燥热体质 他会觉得舒服 但是酸入肝 你也不可以吃太多 因为他想脾胃 我就跟他说 你应该用不同的酸 来取代蛋液的酸 就可以了 比方说你可以喝乌梅汁 你可以吃山楂 你可以吃比方说酸笋 或是其他酸的食物 甚至酸的像奇异果 都是一些很好绿色的食物 不要只吃柠檬 但柠檬你是可以吃的 因为原理来讲 它的确是可以修复 你口腔黏膜的这些溃疡 而且中间来讲 你吃食物要先看味道 因为皇帝内经就讲说 心肝是养羊 那酸肝是养阴 那你阴不足要滋阴 要深口水 让你睡得好 然后解热 就是吃酸的干的就对了 真的 所以养生要平衡 那温太医也出了一个 这个养生新书 这个书叫做 湿气调理全书 这个很多中医常常说 有些人体质太湿 对 那这个太湿 其实可以借由饮食 跟生活习惯来调整的 没错没错 其实这个 谢谢你刚刚把我推荐 这个湿气调理全书 因为湿气是我们这个 算是在台湾 最容易会碰到的一个邪气 那湿这个东西 其实不是一个邪气 它是一个好的东西 只是太过便湿血 那身体的湿跟气 它是互相连结的 因为它就是身体 气里面的水分比较多 太多的时候变湿血 那刚好的时候 就是变成一个气可以循环 所以如果知道怎么样 氧气就可以排除身体的湿气 然后就避免湿气上升 所以书中就透过一些饮食 穴位食疗来推荐给大家 像现代很多人 比方说天气一热 夏天成天待在冷气房 结果里头 其实这个身体的循环就有差 那体内的湿气可能就会太高 那接下来阿峰老师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调理 这个今天特别做一集柠檬 夏天很受欢迎 像很多夏天的凉拌菜 或者东南亚菜 你会发现柠檬都是个灵魂 是啊 现场有看到的是 我们在市场市面上 妈妈可以买的 我们会说柠檬 来 先看到这个就是 典型大家认识的这个柠檬 那以前我们会说外国人的柠檬 我们都会称它叫莱姆 那就会说什么是外国人的柠檬黄色是莱姆 但是其实不是 黄色它还是柠檬 对 那真正是莱姆的是 它其实是品种不一样 看起来很像柠檬 这是我们现在在市场上面 可以买到比较圆球型 然后它的皮比较光滑 比较薄的 整个的洁皮的部分是比较不明显的 切开果肉是绿色 这个才是 对 它才是莱姆 对 然后香味其实也不一样 就是我们传统的柠檬的香味是比较够 而且这个汁比较足 对 我的经验是因为它皮比较薄 汁比较足 有的时候像这样小小一颗 对 即使你要做柠檬汁或者做料理的话 它很容易这个就截取到你够用的柠檬汁 对 就基本上一道菜 我觉得用莱姆这样一颗 其实就很够 那如果用我们国产的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它的皮比较硬 厚跟硬 对 但是也有它的特色 像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大家做点心做菜 就会特别去把它那个柠檬皮 人末把它磨下来 那不管如何 就是毕竟它是一个水果 我们要用的时候 你尤其是要用到皮末 你一定要清洗干净 你不会说我用果肉 我外面就不洗 然后再来就是 它其实还蛮耐保存的 那基本上会看到 已经见到有黄色的 就是它的日晒这一些 成熟度也比较够 然后在家里面要用的时候 如果遇到皮比较硬的时候 你就给它滚一滚 再来切开这样子 那老师今天要分享的是 夏天的这个柠檬烧鸡吗 对 蒸鸡胸肉 为什么 因为鸡胸肉现在很多人 把它当成一个很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只是你要做变化 那今天刚好用到柠檬 我们就来蒸一个 比较泰式风味的一个健康的鸡胸肉 那我们要鸡胸肉好吃 不管你要炒 或者是要蒸 你要有点手法 像我现在在这里面 我放上了它两汤匙的水分 然后再来 放一点点的盐巴 好 两汤匙的一般的开水跟盐巴 少许的这个酒 米酒 对 然后另外 我们要在这里面 我放上了有 一点点的蛋白 少量的蛋白 对 好 半颗的蛋白 OK 除非你做的量是比较多的 那你就可以整颗都用 好 那把这个调味水 把它放进来 对 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鸡胸肉 逆纹来切 好 不要顺纹 我们现在大概是两副鸡胸肉 对 就是两片 就是一只鸡 逆纹把它切片 逆纹的来切片 然后你有点像要腌料一样 要让它打水进去 对 那它就会有吃进这一些 我们放的调味水的这个部分 那它待会会有风味 而且也会比较有水分 对 然后再来挂上一点点微量的一个淀粉 帮助它收链上来 我们现在挂的这个是太白粉吗 对 那基本上在家里面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像现在你就同一个方向 顺势地去拨打它 拨打个三分钟左右 然后稍微地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让它降低温度 它就会有再有把这些汁 它收得更紧的一个效果 那我今天要用它来蒸 我就搭配了比较多的一个蔬食 就是符合做泰式口味的蔬食 那我用一点点的起锅的一个爆香的油脂 我们来放上一点点的这个洋葱 我觉得东南亚因为温度高 那常常很多地方都是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所以他们大量地用柠檬 对 而且那个柠檬帮忙开胃跟帮忙清热 其实它有具体的帮助 是 但是因为柠檬它有维他命C 还有它的一个香气 事实上是不适合煮太久的 所以它基本上是属于一个起锅 起锅前的调味 对 起锅前的调味 而不是让你长时间的烹调 对 好 然后我在这里面放上了彩色的蔬菜 一个番茄 然后很不同的食材元素颜色 然后玉米笋 还有最重要的 我今天的主要的四食材就是肠豆 好 肠豆 肠豆来做 把它当成增价的底 我要蒸这些鸡肉 我们这个食材是天然的增价 对 然后酌量的水 水也不用太多 差不多基本上一碗左右 就够蒸这些蔬菜 我们的鸡胸肉 刚刚打过水的鸡胸肉 对 在这个时候就让它铺在上面蒸 对 那它待会儿其实肉汁也会跟食材 对 现在这个清的 融合 现在就是 比较轻实的料理 对 煮菜的同时 我们再蒸这个鸡胸肉 好 每天去买一杯 就喝到就是 我帮他检查说真的就是酸食 正常的牙齿 它其实是结构上是 比较有一些凸起 对 但是它这已经被磨平了 这个柠檬酸 就是C来讲 如果你是单纯的病毒感染 可能对你的正常环节是有些帮助 但是一旦并发所谓的细菌性橄榄化 你靠着柠檬汁再加多没有用 所以这一锅其实很清爽 现在因为很多人健身 然后健身完吃鸡胸肉 鸡胸肉在台湾热卖 连便利商店都有那种 确实做好了 对 就是帮你调好的 对 所以表示你也可以就是自己蔬菜 然后把你那个买好的 你就直接放上来也是可以 好 那就盖着它煮 那利用这个时间 我们就可以来调等一下要放上来的一个 sauce的部分 好 那我这边比较特别的 就是我的碗里面这是梅子肉 就我们一般的像紫苏梅 或者是你有什么在吃零食的梅 你可以把它剁切 然后妈妈在家里面会有腌制的紫苏梅肉 我就把它放上一点 就放在一汤匙左右 然后我们要放上了有蒜末 好 蒜末 哦 因为夏天要生酸甜甜 对 然后辣椒就看个人 比如说不爱辣 你就把籽去掉 像我今天是取两根 一根去籽 一根留籽 就是让它的颜色是够的 对 然后呢 整个的那个 辣度自己调整 辣度是自己调整的 好 那比较特别的是 我在这里面我就要放上了 有两汤匙到三汤匙的这个鱼露 好 咸度来自鱼露 鱼露 再来 有鱼露 我们要有一点点的糖 哦 所以这个是简单自我家常 可以调的东南亚酱料风味 现在呢 你可能闻到的 就会还是带有鱼露的这个味道 就会觉得它比较腥 那等会儿要下去煮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它 整个的味道全然改变了 除了等会儿去加热之外 就是还要有香菜跟柠檬 我们的这个部分 那主套的同时我们请教一下王医师 刚讲柠檬富含着柠檬酸跟柠檬多酚 其实这一些抗氧化的物质 对于调整歇血管的健康 或者是发炎也都会有帮助 先举个案例 就是我有一个相对年纪比较轻 30多岁还不到40岁年轻人 他是从牙科转过来的 因为他觉得牙齿不太舒服 去看牙科 牙科发现跟他说 我们在做牙齿之前会先量个血压 他发现血压180快200 越量越高 所以他就不做了 就请他转到心脏科来看 牙科不敢收这个病人 对 免得出事 对 出事 所以来看心脏科 高血压最常见的症状是完全没有任何症状 所以很多人会忽略 那如果说他是很早就发现 高血压可能不到半年 那我们赶快帮他做一些调整 做怎么样的调整呢 就是这是我们心脏学会 就是说应该是欧美的 跟我们台湾学会制定的这个准则 guideline 就一个叫做SABCD S就是比如说盐少一点 就像今天柠檬这些可以调味嘛 不要吃太咸 其实可以下降血压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吃一颗血压药 是下降12左右的这个缩缩压 血压 那你可以看到第四 第五个这个dash diet 就是饮食 蔬果高鲜也是差不多 等于是一颗药的程度 后来就那个患者 就是一开始当然血压太高了 也不能说百折 也不能说你还要吃饮食去调整 那太慢了 所以一开始还是会用一些药物 稍微做点调整 然后慢慢慢慢降下来 在血压高的时候 我们也有帮他做一些检查 他其实他的心脏 并没有因为血压高变得肥厚 因为高血压 心脏影响到就是心肌会肥厚 会扩大 甚至血管会硬化 那表示说你这个血压高 有一段时间了 那因为这个病人 他很早就发现 所以很早就赶快介入性的治疗处理 到后来那个药物是越来越轻 最后本来是三合一的血压药 后来变成二合一 一颗最后半颗 最后一年之后就停掉了 后来就是注意 其实现在都还不错 还在我们诊诊中 都蛮好的 那也去看了牙齿了 对 所以血压高的话 其实先从饮食跟生活习惯的调控 那对于药物的依赖 就有可能可以来调整 那同一时间我们阿芳老师 我已经闻到香味 这个真的鸡胸肉 基本上现在我们可以稍微的 底下微微的翻动 为什么 因为贴底 它接不住到热气的地方 鸡胸肉可能会夹伸 所以你要适度的去翻拨一下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 把我们的sauce 这个也是快速的夏天的 一锅到底料理 所以基本上底下的基底蔬菜 量一定要准备够 对 而且这些蔬菜都有水分 然后再来撒上一点点的香菜 可是现在最重要的是这道菜 柠檬一搅 好 家常妈妈就是比方说筷子啊 叉子啊 对 给她擦一下啊 然后就可以搅出现成的新鲜的柠檬汁 对 那柠檬因为不能久烹调 所以是最后再调 就是差不多一颗的分量就够了 就大家可以着亮 很香 很香 而且这些香料 我其实很刺激人 就是像现在挤柠檬 那个柠檬就很形容 然后这两块挤好的这个柠檬呢 其实就是妈妈顺手 不要把它丢在了 把它放在你冰箱的出风口 好 除臭剂 当成你的 对 就是最棒的除臭剂 然后毕竟加了香菜是生的 对 这样子盖上去 给它个十秒钟上座 好 那我们来试吃哦 刚刚像王医生讲过 叫dash 我们的降血压 其实阿方老师这道 完全掌握dash的原则 里面的蔬菜量一样的非常大 而且它用的是鸡胸肉 是白肉 完全是没有任何的 我们在吃 这种动物性蛋白负担 最为我们巧妙 把这个柠檬加进去 我跟你讲真的是 加柠檬下去 就是有一种清新的味道 你感觉完全不一样 有点在 好像在东南亚 这种感觉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 这道料理真的很棒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 最近网路上常常讲 因为我看到太多case 就是说感冒 用柠檬加盐 当然这也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一个旧的东西 那我讲一个我们一个护理师个案 那护理师因为刚好怀孕 那怀孕来讲说 他感冒了 那当然不会因为吃药 我们都可以了解 那不是要来讲 他就是这个 就是每天多喝水 我每天多喝水 就到第三季的时候 开始他鼻涕越来越重了 鼻液越来越重了 那他的这个 婆婆就跟他说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那个柠檬加盐巴 他就说 好 那就 他就开始这样用看 他跟我讲 因为前面12个小时 他觉得不错 他下去之后 他觉得那鼻子好像痛一点点 好像气也顺一点 喝点水 鼻涕容易跑出来 可是大概在第18个小时 过去之后 鼻涕又开始浓了 再过了大概6到8个小时 开始这边痛了 因为他们在医院 跟我们跟人诊跟久 知道说这应该是鼻肉眼 赶快跑来找我们 后来一看果然 这个已经续境化农了 续境化农之后也没办法 当然我们就给他用 这个在怀孕当中 比较安全的用药 包括抗震素 也是在五天到七天 就处理完毕了 我要讲的重点是 柠檬加盐这个东西来讲 没什么坏处 如果你是高血压 特别小心 因为盐加循璃血压 可能往上跑 如果你有胃肠胃不好 可能因为胃食 都溺了胃酸的问题 但是它里面的柠檬酸 或是CE来讲 如果你是单纯的病毒感染 可能对你症状缓解 是有些帮助 可能你身体里面 还是要靠你抗体 去增加出来打仗 但是一旦并发 所谓的细菌性感染的话 你靠这个柠檬汁 再加多没有用 一定要配个医生 用这个抗震素治疗 简单讲 其实我觉得 这个柠檬的 一个这种料理来讲 或者叫入这个 我们讲饮料来讲 对你的调整体 是有些帮助 但是感染严重 就不能这样 完全靠这个东西了 那问一下郑医师 这个很多人都以为 柠檬酸可以美白牙齿 那万一有使用不当 或者过当的话 反而会伤害到牙齿 我个人也还蛮喜欢喝柠檬的 因为你看现在夏天那么热 对 那柠檬就是让人觉得 好像会很清爽 对 那我这边有个个案是说 我有一个矫正病人的妈妈 她就是很年轻 很漂亮这样子 结果有一天 她就跟我讲说 陈医师怎么办 我真的觉得 我的牙齿好酸哦 我想说 怎么会很酸 因为酸的问题 其实还蛮多的 那后来我才知道说 原来她很喜欢喝手摇饮料 之前前一阵子 不是很流行 蜂蜜柠檬吗 对 她就每天去买一杯 就喝到就是 她的牙齿真的都 我帮她检查说 真的就是酸食 那我们知道牙齿 牙齿的酸食会怎样 对 因为我们外面 大概是分三 三个阶 对三层 那最外面的那一层 其实它很硬的 它是发狼质 对 那第二层的话 是牙本质 也就是dentine 等到第三层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到神经了 通常有感觉的话 都是第二层 已经都酸食到第二层 像有些人蛀牙已经到第二层 他才会有感觉 所以浅浅的在发狼质 其实是还好的 那这个病人的话 他就是已经酸食到第二层 已经出现了 像有一些人可能磨牙 一直磨一直磨 发狼质虽然很硬 可是他其实也已经被破坏了 那他这个就会整个呈现凹陷 那牙本质的话 他是比较暗一点的颜色 他整个就是呈现酸食的表面 很光滑 一边里面 还有这个为什么B1还有B3 B3来讲对有问题 这个洗腦体内是很有帮助的 要怎么办 可以改善这种口干舌燥 又很容易流汗的体质 我就跟他讲说 在中医里面 酸这个味道是乳肝的 你可以吃点什么东西 比方说喝柠檬水 或吃些酸梅 正常的牙齿 它其实是结构上 是比较有一些凸起 对 但是他这已经被磨平了 然后他这个是酸食的状况 所以就是要小心 那严重的话呢 可能会导致我们很痛 因为神经都已经快被磨出来了 那可能就要再继续治疗 就要更管治疗 更严重的话 没有办法 那就得拔掉了 所以有敏感的那种 比方说对冷热特别的敏感 其实也可以找姚医师做专业的检查 跟治疗 那问一下温太医 柠檬水是很热门的话题 因为有些女生爱漂亮的话 觉得夏天喝水没味道 那柠檬会带来一点清凉 一点清香 那还有一些人 这个江湖传说 不管是美白排毒减重 反正一大堆 请问一下每个人都能喝吗 当然一定不是 不过我们门诊里面 真的大部分 其实很多女生 他一定都会喝柠檬水 因为不喝水的族群真的很多 那柠檬有点味道 可以好像把水的味道压过去 那我有个案例 他其实是一个国中生 那这个国二生 他其实是来调理脾胃 因为他一百六十公分 可是只有四十九公斤 非常的瘦 就是怎么样都是长不胖 然后又常常会拉肚子 肠胃非常的不好 然后他又常常会有口臭 火气 然后脸上长满痘痘 所以妈妈就很担心 又不敢看妻 就来看中医 那这个看的时候 妈妈就会顺便问自己 就是明明是看小孩 可是妈妈就一直问说 我一直喝柠檬水 可不可以 然后这个天气 他可不可以喝 至少说帮小朋友问 然后把麦果 我就说可以 小朋友是可以喝的 其实他不会不能喝 因为小朋友不爱喝水 可能有遗传的关系 那妈妈就很高兴 就妈妈喝小孩也喝 他们就很顺理成长 买一大堆柠檬 做一大堆柠檬 冰块冰在那个冷冬户 药就丢一颗进去这样 然后来调理之后 一个月后 他体重本来只有四十几 就是很快到五十几 因为就是健脾里味的药材 加上夏天 他其实运动量大 所以体重增加很快 可是呢 后来小朋友考试前 突然就紧急的牙齿痛 然后说不能够去学校 还肚子痛 妈妈本来以为他是骗人的 就还发烧 后来想说不对 就把他请假 然后去看牙医 就发现很严重的 这个牙周炎 就牙齿感染 然后有一点蛀牙的这种感觉 然后一问之下 就是这个国中 以为这个柠檬水就是水 所以他喝完 从来都不刷牙 不觉得需要刷牙 然后妈妈就觉得很惊艳 妈妈说要刷牙吗 可是妈妈也没有刷牙 但是妈妈体质可能比较好 他没有蛀牙 那国中生的反应很大 然后因为这次事件 本来到五十五公斤 马上又掉到四十九公斤 就不从头开始 所以这就跟他们说 柠檬水可以喝 但是如果妈妈的目的 是要养颜美容美白 其实很多其他的 比方说他可以 煮黑木耳红枣茶 或者是像吃个爱玉 吃个其他的柠檬 或是仙草 都是很好的替代选择 而且王医师也要提醒观众朋友 如果有肾脏疾病 包含柠檬 包含水果 或者假离子的摄取 都要小心 对 像我门诊遇到一个 应该是说 当时被召会去急诊 就有一个七十几岁的阿嬷 他当时来就接到通知说 他是心率不诊 需要被电击 因为我们常听到说心率不诊 其实简单讲 有分两大类的心率不诊 压力紧张 睡不好 这些偶尔心跳乱跳一下 他会恢复的是可逆的 或是一些感冒 这样过后就好了 因为一种是比较危险的 比如说像这个阿嬷 他是属于叫做心式的品脉 就是说需要做电击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 叫心式品脉 后来发现说 原来他的肾功能 原来一抽血 他知道不太好 那假离子非常高 一般来说 我们正常人的假离子的浓度 大概是三点五到四点五左右 他当时抽的时候已经八点多 所以让心脏这个细胞膜不太稳定 导致需要电击 那他肾功能也不太好 因为他说以前没有做过任何的检查 一般来说我们肾功能是看两种 一个叫肌肝酸 就是那个叫Cretinin 正常大概一点二或一点三以下 那一般来说到六或七以上 可能就有些需要洗肾了 第二个是看这个叫做肾丝球的过滤数率 就是过滤这些毒素的数率 一般来说大概九十几以上是正常 那六十以下我们就要特别的小心 那像这种 这种就是说肾功能不太好的人 这种高甲的那种要特别小心 比如说柑橘类 像这些葡萄柚 柠檬柑橘这些 或是说香蕉 这个杨桃 要特别小心 另外要特别提醒一下 就是像很多老人家 都有在吃一些药物 像这些药物 就是有些人说良药苦口 吃起来很苦 所以我们是建议说 最好要配温开水 但是很多人就是会配果汁 然后去喝 特别是葡萄柚汁 要特别小心 因为葡萄柚 它会 它里面那种类黄同类的效 它会抑制我们肝脏的这个 对药物的代谢的浓度 变成说吃那个药 变成说浓度变太高 比如说有一类 这个叫做心率不整的药 或是说最常见的 就是降血脂的药 降血脂的药 这个它是从肝脏代谢 那你吃这个东西 你就是吃药配这个水 况且不是说 有人说 那我隔久一点 其实没有 你那个就是像葡萄柚汁 它是三天后才会代谢掉 真的 对所以它很近 不要说我早上喝一点 我下午吃这个不会 它都会影响 真的 但是研究上说 像我们柠檬这个柑橘 比较不会 当然我们还是要小心 最好还是建议说 还是配温开水 就是吃药就是配开水 那接下来我们温师傅 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师傅今天要烧的是 柠檬鲜酥虾 是的 好我们这个今天准备是这个草虾 好 草虾 我们把它这个开背 把这些藏泥清洗干净这样子 然后我们今天准备这个 各三种颜色的蔬菜 绿的黄的跟红的这样子 那我们锅中这边加入一点油 我觉得夏天 这个很多肉类的烹调 都是搭配着柠檬 其实相对比较清爽 好 我们现在自付热锅热油 爆香蒜末 柠檬虾的这个蒜头 不要炒得太焦 对 让它有一点深深的那个生蒜味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大概30秒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虾子的部分 把它摆下来 跟我们的油稍微煎一下 好 让它的这个颜色稍微变色一下 因为这个开备之后那个虾肉 待会我们搭配这个柠檬汁的时候 它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入味 对 好 这样子加下来之后 我们现在把这个玉米笋 这比较难熟成的这个先下 还有我们的这个 番茄 番茄一样 玉米笋跟番茄在旁边也可以跟着煎炒 对 我们这个番茄的话 我们也是切成这种条状 跟它一样的这个虾子一样的条状 好 这时候我们现在把这个 调味料加下来 这个是什么 这是鱼露 好 好 一大匙的鱼露 鱼露 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的这个醋 好 多量的醋跟鱼露 还有酒 酒 好 然后接着 好香哦 我们加一点这个柠檬汁 柠檬汁两大匙 好 我现在闻到那个柠檬香了 是 是 是 新鲜柠檬汁的这个酸香味道很香 好 加一点糖 柠檬汁的酸香味道很香 好 加一点糖 对 我们这个时候先把锅盖 给它盖起来 好 那我们烧它 烧它的同时再请教一下郑医师 这个台湾其实茶饮料很流行 各式各样蜂蜜 柠檬 或者夏天水果茶 或者很多女孩子爱吃蜜餞 对 吃多的都会容易蛀芽 其實我覺得任何東西都有它好的地方 可是你過量真的就是不行 那我這邊有一個案例是說 這個媽媽呢 她是有胃食道逆流的狀況 然後她再加上她又很愛吃蜜餞 所以大概牙齒酸食的狀況 會是呈現這樣的 我們在臨床可以很清楚地看見 她的牙齒整個都變很平有沒有 對 而且它上面呢 中間的地方特別地黃 那個就是剛剛我們有講的 第二層的那個牙本質 所以那個就不是我們正常的法郎子 沒錯 要怎麼樣子防止 就是這樣子的情形發生 就是我們除了少吃之外呢 我們吃完東西一定要立即地漱口 對 因為你吃了東西 你並不一定要每天刷很多次牙 可是你漱口很重要 你可以先漱口之後 然後再刷牙 因為之前有一種說法是說 如果你在吃完那個酸性的同時 你在刷其實反而會讓它更破壞 更酸死 對所以我會建議我的病人就是說 你可以趁這樣的一個時間 你先用牙線 因為有的時候 20分鐘之後再去刷 有的時候你一忙 你就忘記了 對 所以我通常的做法是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會喜歡先用牙線 牙線也是很重要的 你先把牙線弄完了之後 大概也花了5到10分鐘了 然後之後再來刷牙 我覺得這樣是一個比較棒的方式 還有就是在吃東西的時候 或者是你真的很想要喝 那你就可以用吸管的方式 哦 就是說 假設你一樣是喝飲料 假設是喝水果茶好的 是 你用吸管 對你口腔牙齒的整體的傷害 比你拿杯子整杯喝 還是有差 沒錯 好 那同一時間 我們溫師傅的檸檬蝦也燒好了 對 這樣也是燒到這樣 這真的很泰國餐廳 對 很香 然後最後我們把這綠色 因為這綠色如果太早下 那個酸會把這個綠色變黃色這樣 那我們這個加下來之後 燜那個1分鐘這樣就可以了 好 起鍋的時候 我們再把辣椒末跟我們的蒜苗末 把它加下來 因為蒜苗末在這邊 它一樣會有那個變黃的作用 但是生蒜下來的時候 它會提供很香的那個香氣 所以這個我們的食材裡頭 如果煮素材跟煮調味料是酸的 對 那放綠色的時候 都要這個斟酌的時間點 對 起鍋的時候再放下去 然後或者是 如果有另外一鍋 另外一鍋處理 另外一鍋汆燙 好 那我們這個這樣子就可以了 真的耶 對 顏色很翠綠好了 大概1、2分鐘 它那個花椰菜就很翠綠 蒜苗加下來 好 蒜苗 還有辣椒末 這配色這樣子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好 家常的檸檬蝦 我們就來上菜 這我覺得要贊不值得口 這種就是 檸檬蝦裡面 還有這個黃色的玉米筍 玉米在中醫來講 因為門診有比較多 那種豐兇的小女生 夏天會來看著 為什麼 因為夏天食慾不好 所以呢 像這種玉米 花椰菜 蝦子 都是我很常推薦給它的食物 那像這道料理這樣吃起來 它又開胃 然後又可以增加食慾 像我們門診就經常 那種21歲那種大學 可能剛出社會 或者是剛上大學的這個女生 他們有時候就是夏天覺得天氣熱 想要減肥 可是又怕會減到 不想減的位置 像我那個病人 21歲是在飲料店打工 那飲料店 其實大家就想說 飲料店都是冰涼的飲料 應該是很涼快 可是那個店的那個店長很很吝嗇 就是說我們飲料都已經是有冰了 所以他就沒有開空調 所以其實又悶又人 沒有風的時候 真的是淚流滿面 而且飲料店是要燒茶的 所以那邊一直一直開火 所以他就是整個都沒有食慾 都吃不下 然後他就是說 想要來看體質要怎麼辦 才可以改善這種口乾舌燥 又很容易流汗的體質 我就跟他講說 在中醫裡面 酸這個味道是乳肝的 你可以吃點酸的東西 比方說喝檸檬水 或吃些酸梅 然後他就說那有沒有什麼食物 可以幫助身體吸收 又不會影響到食慾 我說像這樣子 檸檬蝦 或者是山楂豬肉片 或什麼香茅雞等等 他都是一個很好的食材 而且利用食物的香味 跟酸味 來增加食慾 對身體的幫助也是很好的 而且這個劉醫師剛剛講到 這個胃食道逆流的人 或者牙齒已經酸食的人 可能攝取檸檬要佐量 可是對現代人來講 檸檬因為有各式各樣抗氧化的營養素 事實上是非常好的 這個食材的選擇 你知道我們很多的這個上班族或office lady 他們都喜歡就是下午都適飲料 幾乎都是常規啦 但我自己是不喝飲料 所以我很難想說 為什麼大家那麼愛喝那種手要杯飲料 那他們說我是怪怪人 所以為什麼不喜歡喝手要杯飲料 那我講的案例是這樣 這兩個朋友一起來 那他們一個是因為口水 一個是容易長些青春痘 然後我看到 後來研究飲食 一個大概65公斤 一個71公斤 兩個大概20幾歲的女生 那他們下午一定會喝飲料 喝了飲料之後 那我整個說那一天水分喝得非常少 然後我就跟他講 你們知道喝白開水 那有個女生看我說 尤其是白開水沒有味道 我說那又怎麼樣 很難喝呢 然後我說 然後喝不下去呢 然後另外旁邊一直點頭點到 我說後來我發現 真的是很多女生不喜歡喝白開水 他因為沒有味道 那我回來跟他講 討論到最後 我說你們要不要身體健康 因為他們還有同時有 譬如說有這個私密處的一個感染的問題 很多的問題都因為喝手要杯飲料的關係 而且他們下午會累 然後後來我跟他講 那你們試試看好了 如果白開水你不喜歡 你切一眼泥門片嫁進去 他們兩個看了 哎 這個是可以嗎 我是可以 然後我那我特別跟他交代 就是說你們那反正就是一整天 反正就是兩湖嘛 你一湖的互相看 然後你就不要進手要杯飲料 大概一千七七的白開水 因為你早餐在家 或者下午他也會喝白開水 那你把一檔兩片的檸檬片丟進去 那互相叮嚀 下午不要叮手要杯飲料 就這麼簡單的動作 他們大概就沒喝手要沒飲料 兩個月 一個瘦了 一個瘦了大概1.5公斤 另外瘦了3公斤 那他們覺得精神很好 這裡面檸檬裡面 還有這個維生B1還有B3 B3來講對我們這個洗腦提升 是很有幫助的 就因為這個小動作 不過我特別強調 因為我還教他們喝這個檸檬水的時候 旁邊放一個白開水 你不喝的話 你喝檸檬水 完了之後喝一個白開水 漱口吐掉也可以 就是因為這小動作 他很多身體狀況的改變 大家可以試試看 而且這個王醫師 檸檬基本上算柑橘類的這個水果 那柑橘類的水果 有一個抗氧化的這一個物質 叫做類黃酮 類黃酮對於預防這個缺血性的中風 是有幫助的 就其實像我們在門診 其實有三大類的病人 有一類他就是有病也會痛 但我們就是很OK可以治療 有一種就是說他不覺得有病 其實就是說他覺得不會痛 可是實際上我們看得很嚴重 另外一種就是無病呻吟這樣子 更年期或是少女胸痛 每天都覺得自己很累 每天都覺得自己很不舒服 其實都還好 那我現在講一個case就是說 這是一個中年女性 就更年期 那他就是說其實也到處去shopping 等於說灌了很多醫院 甚至後來他來找我的時候 他還把那個病例都很仔細 病例都帶來給我看 我一看 導管 新導管都做了 他其實也沒有任何的心血管的風險 比如說我們一般來說心臟血管 有一些阻塞的話 一定是有三高 血壓 血糖 膽固醇 抽菸 遺傳年紀這樣 他說家族也沒有什麼問題 他說也沒有什麼三高 擋固醇稍微就是低密度 擋固醇稍微大概一百多一點 高一點點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一直很不舒服 然後他說導管 新導管也做了也是都正常 後來就是 就是後來就幫他檢查 問他的那個不舒服的症狀 就是說 大概這邊正中間這邊 其實就很典型嘛 就是一個胃食道膩 就是灰修心嘛 就是火燒心這樣子 後來就問再仔細問一下 他說其實就是因為想說要保養身體 所以就是喝了很多檸檬水 前陣子也是說 楓利檸檬這樣 所以他就喝了很多檸檬水 其實我們衛食道膩瘤 就是兩種因素 一個就是製造太多酸了 第二個就是說 可能就是擴約劑比較鬆弛 那他其實年紀也沒有很大 所以也不是這種擴約劑鬆弛的問題 那況且他也沒有說吃飽 馬上就躺下來 所以主要還是因為這個檸檬水 喝了太多了 導致是酸性太高了 所以就是說 有這種胸痛不一定 真的是心臟的問題 就是不用過度擔心 而且有胃食道逆流的人 真的含糖飲料 或者果汁 檸檬水 都要酌量 不然可能都會惡化他的胃食道逆流 那這個鄭醫師剛剛講到 日常生活當中有一些習慣 會影響到我們牙齒的健康 比方有一些人 如果比較容易有一些 敏感性的牙齒的狀態 或者是刷牙的方式不對的話 都會影響到牙齒跟口腔的健康 沒錯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張圖 刷牙沒有錯 但是我們是需要正確的刷牙的方式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牙齒刷號 對 臨床上 什麼叫刷號 就是刷的方式不對 對 通常 然後刷它用力是不是 對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邊 有沒有 你可以從側面的地方看到 它通常的位置是在於牙肉 粉紅色的這個牙肉跟牙齒的中間 有點要靠近牙齒的根部了 對 它已經很明顯的 有一個這樣子的V型有沒有 對 這個就是刷太用力了 那是刷到我們的牙齦受傷嗎 它不只是牙齦 因為它就在牙齦跟牙齒的這個中間地方 正常我們刷牙的話 應該是要輕輕的 旋轉的方式有一個角度在刷下 可是它這個有點像是 拉小提琴的方式 就是整天一直在那邊舉 對 所以這個力量是非常大的 就算是法郎子是這麼硬 可是它這邊就已經都受傷了 對 所以這在臨床非常的常發生 而且它可能其他清潔 就是它刷太用力 還有有可能是我們的牙刷的刷毛 選擇太硬了 所以有的時候就是要軟硬適中 對 可以用軟一點的毛來刷 不然的話它這邊就已經受傷 那臨床解決方式的話 如果說它今天還沒有升級 第二層的牙本質 或者是第三層的神經的時候 如果表面的話 我們可以用修補的方式 用補牙的方式來把它補起來 但是我們一樣要 就是改變這個刷牙的方式 否則它補的會非常容易掉的 對 就是如果你一直這樣子刷 然後一直很用力刷 你補完又把它刷壞 對 一樣又把它刷壞 對 所以這個就是刷牙的方式很重要 不然它這個一定會很敏感的 對 那另外旁邊那個案例 你那個旁邊的照片也是 對 它這個一樣 就是通常都會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這個嚴重的話 是整顆牙齒都可能不保嗎 或者牙齒會動搖嗎 動搖的話大概是地基的問題 但是如果不保的話 真的是它神經已經太接近了 還有就是它可能已經 整個都穿過去了 或者是牙根底下 已經被刷得太厲害了 對 那種就沒有辦法 可是我們當然是 可以保存這顆牙齒 我們會盡量的保存它的 好 那節目最後 劉醫師也給觀眾朋友 一個健康小叮嚀 對 我提醒大家 很多人說 喝檸檬會改變身體的酸鹼質 先告訴大家這個錯誤了 我們血液當中 血液的酸鹼質PH 大概是7.4是恆定的 不過因為你吃檸檬 就改變酸鹼質 但是檸檬裡面的C或B群 檸檬酸 可以調節生理的功能 促進代謝 這是事實 我想利用老師今天教的方法 來善用點檸檬汁 來對你生理調節 來促進代謝 這是允許的 好 謝謝劉醫師丁寧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了 健康好料理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偷在年代 麥奇台健康好生活的臉書 還有LINE的官方帳號的主頁 同一時間我們節目的影片 還有精采的片段 也都會上傳我們YouTube的 官方的頻道 歡迎觀眾朋友 掃描我們的QR Code 直接按訂閱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Bye Bye 謝謝